哈喽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这个位置呢 某一看是一个在胡同里是吧 其实不是 我现在是在一个商场的顶层 这边举办了一个主题展 就是关于老北京 就是旧北京吧 过去的这种市井生活呀 还有工作呀 滴滴滴的这一个展览 所以就来看一看了 瞧这个牌子 备战楼23号楼 那个年代好像所有的事情 就是战 备战 打仗 什么斗争 特别多 全是这种口号 就是不好好搞生产 搞这个建设 一天到晚就是备战 总是想着打仗 这个是一个酒棍吧 没错 酒棍 一个电扇 这有一个大衣柜 瞧这大衣柜 多朴实 方方正正的 中间有一面镜子 就是成衣服 成东西的 而且这个肯定特别能装东西 很简单的一种 这个小兜 我以前还有印象 小时候见过很多人 就用这种兜 上街买菜 什么的 它这个是很简单 但也很实惠 那时候的东西吧 就讲究一个简单实惠 没有什么新颖的样子 没有创新 就是一个简单 能使就行 那时候 就跟那时候人一样 人就那时候就是这样 比较简单 思维简单 比较善良 它这有的屋子吧 好像还没有完全到位 一些展品什么的 甚至于有一些 建筑器材还在 还在里面放着 不过没关系 无所谓 随便看看吧 像这种展览呢 它这种展品吧 就是时间比较久远 有的甚至于得 超过50年了 所以 能找到这些东西 其实挺不容易的 除非呢 就是有特意的保留 这是一个模拟的 车站的一个场景